成语故事 反复推敲 张明的哥哥是个十二年级的学生,最近他收到了好几个大学的录取通知。 张明听见妈妈对哥哥说,"我看这些大学都不错,至于究竟去哪一个,你还是在反复推敲推敲。 然后再做决定吧。 张明用手做着推和敲的动作,觉得很奇怪。 推和敲,怎么能帮助哥哥决定去哪个大学呢? 其实,反复推敲是个成语,意思是在几种可能性中仔细比较,认真考虑。 它是从唐朝的一个故事引申而来的。 一天,诗人甲岛在京城长安骑驴上街,突然间想到两句诗。 鸟宿舍迟,甲岛在驴边的树上休息。 夜里,小鸟在池边的树上休息。 月光中,僧人推开了一扇门,描写一个僧人,和尚,夜间来到朋友家门口的情形。 贾导在驴背上念着这两句诗,觉得僧推月下门的推用得不好。 夜深了,朋友睡觉了,门一定关上了,怎么推得开呢? 再说,一个和尚推人家的门,那多不礼貌! 贾导想,这个推字应该换成敲字才好。 夜晚,僧人来到朋友家,主人已经睡下了,他敲着门,希望主人能够听见,来给他开门。 可是,敲门的声音,会不会把夜的宁静破坏了呢? 究竟是用推字号呢,还是用敲字号? 贾导骑在驴背上,不断地做着推门和敲门的动作,比较着这两个字的不同。 贾导只顾在驴子背上,推和敲,前面来了地方长官韩玉的马队,他都一点也不知道。 驴子撞到了马队,贾导被韩玉的卫兵拉了下来。 还好,韩玉也是一个喜欢写诗的文学家,听说贾导正在为用推字还是敲字烦恼。 不但没有责备他,反而兴致志勃勃地说,我看还是用敲字号,敲字并不会破坏夜的宁静,其实,有了这一点声音,夜反而会显得更安静。 贾导高兴地接受了韩玉的建议,从此反复推敲,这个表示仔细比较的成语就流传下来了。